學脫資 請來白東學掌聲咪哩咪哩 我最近平衡一直穿我換到平衡全都會穿 真壞 來,我們簡單二要明瞭 來做一下,我最近就是說 動物園有剛解散,但是後來 又把動物園把它凝聚起來了 因為白東學最近在 翻修哪一台BMW敞篷的車子 真的每天忙到 完全沒有辦法去 用心下去持股 所以我想說暫時先把它跳出來 然後 很多同學說白東學你那個 沒有再投資,我們覺得很無聊 說今天我也很無聊 我告訴你牛缺水,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有沒有聽說什麼再生水那個 有聽說說要聽說,所以 禮拜一我可能覺得 極有可能 牛會領軍 我牛的技術面我不會去看 因為 以題材面來講嘛 你知道嗎 不管有沒有用,只要有題材可以炒 它就會漲 沒有題材炒它 不動 啊你如果說要提款機它就會下來 但是現在目前美金好像 只漲也只跌了啦 你知道嗎 所以我感覺,我看著說 我是不公開,你說有好還是壞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消息面 我現在雖然是零持股啦 消息面有在看 他說要第一次實施再生水 要運用在牛上面 再生水的三小我不知道 有沒有聽到那個新聞 有的說要有 有的說要有 我感覺可能會用那種很拙劣的方法 慢慢把它領軍上去 好 我們開始來當個線線一下 說起來啦 我以前是 要說 之前 很相信 那但是後來 崩盤之後 以前崩盤之後 我就覺得 算不上 就是賣就對了 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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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放就夠了 就贏了 你知道嗎 但是 講真的啦 算是它是 比一般 一般散路來講 如果你可以算是 只要有機會贏到錢 我是覺得這樣子 也不能說 都否認說 之前以前是過去式 先來 分析 我的感覺 好 要學 這幾天 班農學 退出高齊了 這樣 起到 你看到 神經病 夠壞 禮拜五 收了 四千兩百四十一 那個 成交量 賣到 先向 啃起 我看看 這也不是什麼 每個禮拜三的 每個禮拜三的 禮拜三 也不是 奇怪 一向後面賣到 收起來很強勢 強勢起來 妖怪 158 收在什麼東西 台股收在最高 最高 你看 白同學 動物園 處理掉了 院長 暫時先卸任 長一塌糊塗 這個代表什麼 我待會分析給你聽 因為 我這幾天 今天沒用來看這個 我仔細來看 平衡夠強 症都每次都會掉 我現在是覺得症會掉 好 有症 我們先從月仙開始來分析 他這樣嘛 我這邊的參數是這樣這樣 又這樣這樣 掉了 因為不管他 我為什麼標題會寫說 我標題什麼 我看我賣掉 最後一波即將啟動 想提前退休的靠現在 這 注意看 周線的部分 因為 他月是這樣子嘛 然後周的時候 我的參數 他是剛好周 加上去啦 加上去大概兩周 然後有個重點 為什麼 有可能會啟動 因為我們之前有參考一個神人在說 技術線型在說 點線面 電 給你們說在搞 線線線也出來了 有一個地方 我發現了 你仔細來看 MACD的 周 他剛好 由 綠色柱狀體 交叉 上去 出現第一個紅點 我不知道你的參數跟一樣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低的部分 兩國有加嗎 我兩國已經很久沒在看 但是很久沒在看 看得很痛 有沒有感覺 MACD 哦 常大看 MACD 要鈍化了 但是我這邊 就是看 我這邊看是關鍵 他要鈍化 但是 他的 那個什麼 柱狀體 我這邊是 我看他猶幾支 12345 我這邊看是第六支 第六支 七的時候 已經翻一個紅點出來 那個年頭已經變粉紅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 你若說像這樣進去 就說 我感覺 進去 光夾一點點上去而已 他有鈍化 我這邊看是有鈍化一條 有沒有一條 但是他會 柱狀體 有剛才要生一塊小塊菜 大家要生一塊小塊菜 來說 他的量能 目前周的話 是有史以來 台股開盤到現在 周以來他最多的 我們用周來換算 我用我的想法 告訴你 千萬十萬 千萬十萬 二十一億 兩千 千萬 兩萬一千 八百六十二億 目前 我看台股以來 周成交量 最多發生在 就是這個禮拜 就是這個禮拜最多 然後剛才又在最高 你若說以 周來講的話 量價齊陽 所以 我們會有煩惱說 近前兩天 那幾塊量那麼大 我們也是煩惱 但是你如果用周 周線來幫他看 量價齊陽創新高 合理啦 目前是這樣子啦 然後創新高之後 MACD 他有頓劃 但是我們看周重題 又翻紅 他翻紅一些 就好 你若說又起了 哇 不得了 但是 有什麼法律師 會先跟他講 第一波 最後一波 可能有 還有幾個波也不知道 我們是這樣說 標題比較細精 你若向向 又拼起來 你稍後周重 比較重一些 哇不得了 所以 下個禮拜 量一定要很大 量能一定要很大 量滾量要一直滾上去 你還要量價八個就不意思了 一定要量滾量 跟我四千五百 四千五百一拼 一拼 一拼 一定都要四千幾億就對了 因為現在這個局勢 你要說要挑戰 你要挑戰兩萬天 一定每天都要四千幾億 量縮 我要說量縮是 對我比較好 我還要穿車比較好 你知道嗎 因為量如果說有縮 慢慢漲 怕怕去怕去 那是比較長久 但是你若說是 一量很大就開始噴 那就是後面積漲 那積漲 很快就高潮很快就下來了 你知道嗎 但是 慢慢上去 有個好處就是說 好酒店在那裡 但是我的心態 我是空手的 我沒有希望啦 你知道嗎 量縮不會跌跌 那正常是要吃跌量縮啦 但是你若說是 量縮 像上天的量是這樣嘛 不是禮拜五 禮拜四 我記得是量縮又漲嘛 那種盤很恐怖的 老闆要等你回到就不回到 我又把東西學買衣服 把東西學之前在聽一下 好 廢話不多講了 桌 那現在以桌來看 然後日 日我這邊看是怎樣 跳起來 日開始在噸化 但是日噸化 它越噸化越上去 粥的部分 它是往上翹 我目前是看是覺得說 有可能還會再上去的機會 是還蠻大的 你知道嗎 現在 是不正常 我是不知道 因為 我沒有希望他正常 你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是零恥骨的 主力要倒貨給散路 自動進場 我不要買了 感謝昌大分機 然後我們現在說 很多同學跟我說 白總學你再下去繞 感謝東尼第一次來跟播 下去繞 我說這個 如果以實驗精神來說 我一定會選手 沒關係 它不一樣 又帶著你去繞 正常都在台機購買 贊成白東學拜的教育在哪裡教 因為白東學要做一個典型的散戶 散戶要將一萬六千幾全身額退 那就是停立了 停立了一萬七千幾就教 但是我說現在一萬七千幾就教 我是覺得短線才不瞭解 一兩星期才不瞭解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短線一兩星期才不瞭解 他不可能趕快就幫你刷 就是我看日式這樣子要刷 然後後來看九十分鐘 九十分鐘來看的時候 我的MACD 他也是剛才翻柱狀體翻第二格 他的點線面就有刷 你知道嗎?我目前是看這樣 然後六十分鐘圖 屬於上面高檔開始在噸發噸發 但是有人說 高檔噸發 人就是要噴 因為我以前從九八五九 那時候開始一直打一直打 那時候我是做 我那個時候九八五九就是 只要超過一萬點 我就破產 衝到一萬點以下 我就大賺錢了 但是因為選擇權在跑 我都做了一個月 他要衝破 九千八百五的時候 一萬點以下已經漲翻了 我這邊在賺 2比1 這邊做兩口空 這邊做一口多 越漲 我虧越多 但是結算的時候 只要沒有結算超過一萬 我就大賺錢了 但是 選擇權就是這樣 和我們五人所選的不一樣 但是 超過一萬點之後 我又大賺錢 因為 我一萬點過 我這邊是做四口的大賺 我最初就是做這樣 並說 上面是 比如說是 三口多單 九千五 比如說九千六到一萬 我是做三口多單 然後 我那個時候就是 把一萬空了六口 的錢 來買這個 九千五 你知道嗎 2比1 現在又去掉的時候 我會怕去的破產 我在館上就是 萬一點的時候 又買 並說是六口 又買三口 會倒閉 你只要一槍 這裡 裡面的 保證金都把它控制好 你不管是收到多少錢 你只要 超過那個地方 一萬過 是表明什麼了解 你如果說 買就超破萬一 我那時候就大賺錢 但是 那個時候就是 預備金做到全部緊繃 你知道嗎 每天警示一直亮紅燈 有人說 年輕人 不要這樣做啦 不要這樣做啦 危險啦 那時候 阿扁 阿扁去 搶那個什麼 外廚來泡茶 一星期 差不多 好像要到三千點 不知道 一千五百點 三千幾點 我那時候都帶起來 對啊 表富壇 我那家我不敢買啊 那家我就不敢買啊 我那一隻就不敢買啊 又抖了嗎 我目前還沒抖 因為我現在持股 是零 阿但是因為 每天在拆車子很忙 我現在還沒有 嘎空手的 我現在還沒有 嘎空手的感覺啦 你如果說 若果同學說 身體又抖 因為我沒有嘎空手的感覺 我是覺得 還不至於會急漲 你知道嗎 阿 不知道是我最近在拆車 我沒辦法去注意到 股市的變化嗎 你知道嗎 阿你如果說我是在 注意股市的變化 我請你想你好 好 如果會抖了 我再告訴你們 會抖了 就是因為他們在拆車子 你知道嗎 如果我買的話 我也有意思分享同學 好 我們現在 動物園 我們來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們說牛要領軍 我現在沒有看牛技術面 我現在先看 第一次我們現在看 先看牛 這兩天到底有沒有買賣 因為 我已經兩天沒背責了 我的腳腳筋 太累了 因為我是看那個新聞 因為我們說有在欠水 但是我跟那個新聞傳給OK 來 前一天15號他買7千幾張 10來號買8千8百幾張 所以你會看得到 什麼 一進一出你知道嗎 好像 有跟沒有一樣 不 來仔細看喔 它的 月K 它翹上去 翹下來的時候 月K是這樣子 它是翻紅 再來 月K的柱狀體 它MACD 它也是這樣子 再來喔 換 周K 周K的部分 月K是這樣 周K現在是要撞這樣 但是它收在那裡 現在我來看MACD 我這邊的柱狀體 在這裡 它倒倒要收起來 我說 我說 等一下 我的五行 放我下去算 現在這樣 收...收...收... 收起來 嘖 嘖 嘖 也沒什麼事 好 現在收起來 日K 啊 要噴 要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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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線的刷線 我給你頭看 我之前圍那條線就好了 頭看 頭看 頭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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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的時候 頭看 這我之前我差不多兩禮拜就圍好了 我沒有給你 我說一定要超過白龍學那個什麼 海峽中線喔 賣 我來看牛賣 真的 剛好用那個新聞 你看看白龍學這支蚵仔石 看什麼 他要用那個水來噴 你真的在... 我來看 尤其 又給他考慮好了 又給他考慮好了 因為你如果說 他祖先來說 他要這樣蓋起來 你會覺得說 蓋到這樣 剛才亮亮很霸 你知道嗎 但是你如果說 以那個 日來講的時候 欸 你那夾到這樣 你看我數字歪了 我都挾到喔 夾到這樣 看得真霸 我來看我再靠 我又蓋到 再靠著炸下去了 讚成無口 我炸下去了 我看他一直叫筋 叫筋到底是算的氣 我那些錢要拿 我那些錢拿就好 我那些錢拿就好 你等一下 不然你等一下到時候 他在那裡 在那把他靠 把人血都在亂搶 這個是看動物園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生命線 你不要亂學 你知道嗎 不要學 你怎麼越熱越多張 你等我 我馬賽克 明白嗎 就是一張遠的 跟一張近的 你們看一下 因為這個 我把它想外長 外紀錄 差不多兩禮拜前 那條三禮拜前 就好了 好啦 我不會讓你們知道幾塊 我也是要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不然那些同學要給別人 好 第一張好了 喔 平衡到金 好 好 第二張 要好了喔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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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無 但 對不起 �� yaş 下個禮拜真的是關鍵 為什麼你知道嗎? 如果你說沒有出現那個新聞 說那個再生水什麼 也許還沒有辦法來分析這個東西 但是它有說到再生水 我是覺得說機會還蠻大的 這是放大的部分 剛剛那個地方放大 你看我有一條線前兩禮拜前有準 但是我本身已經沒有在做線線了 但是我現在做這個比較快 你看它感到這裡 它越來越縮越縮 縮到減到這樣 這是縮小的度 遠看減到這樣 MACD那麼多又變紅色 再生水到底有什麼小 所以我覺得 牛 你如果說這個加線指數 還要進去 還要衝起來 牛在衝加線指數最快 還是牛在衝的一個賣手 加線指數會長太快 會造成說 大盤太大 變成會怕 會怕 這是牛 然後換牛 有 多豬買四萬幾斤 奇怪 豬 豬到底有什麼 豬 目前它是 那個什麼 那條線是 公式一樣 它是超過 超過才有的 但是 它長這樣 我現在問題就是說 目前它說 那個什麼 量能的那種 那個感覺在走 有沒有 量價在跑 我個人是覺得說 你如果說 後禮拜 先蓋一下 不可以大氣 它蓋一下 我給你們看一下 好了 喔 我給你們看一下 喔 它現在是這樣 喔 喔 平衡怎麼這樣 它現在是這樣 蓋起來嘛 這最高 落下又這樣 啊 你如果說 它這樣 它這樣 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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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感覺上是會比較順 因為你現在 你看那個鈴 你把那個什麼 你把它用那個 祖K 你把它 祖K 縮成這樣 它縮成這樣 它會比較 它是 量是在縮的喔 在縮 它是這樣 你知道 縮這樣 你再蓋起來 到底 會再蓋起來嗎 也有可能會越來越強 但是就是說 以祖來講的時候 它在看 它沒有辦法向日反應那麼快 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以叫 日來講的時候 我是覺得 白龍雪 有的那條 海峽中線路喔 它到達過 它現在一過之後 它就換蓋起來嘛 就有機會去掉了 所以 白龍雪 等一等車收你好 你喔 白龍雪 趕快把它扣下去 好 再來 然後 豬 我來看一下 豬 我先轉轉轉轉轉 看你們這幾個才有賺錢嘛 豬的月線 剛才要抓這樣啦 我們以前就說 那個什麼 鋒信豬長期剛才跳掉了嘛 然後 再來 豬 掉到的高 豬要去的時候 豬狀底 慢慢變短上去 但是到底會騙起來喔 我個人覺得 豬應該不會收上去啦 豬應該是會等 牛 它拉上來 跟它 那個什麼 前後的順序也先給我這位啦 現在目前豬 是 漲的那個是超過牛啦 喔是喔 三星 三星和豬合作喔 目前是這樣 現在再看一看 日線的部分 日線的部分 豬是 全部的軍線 騙的 目前是多頭排列啦 我現在這樣看就是這樣 它都全部 站在那個什麼 白東學那個 三八姑娘一朵花 它完全站在上面 而且站得非常漂亮 上街街那條 站得非常漂亮 那條現在是這樣喔 三八姑娘是稍微穿下來 但是 它如果整個盤整 用了之後 它其他的潤層 它其他的潤層 有穿過去嘛 你知道喔 三八姑娘一朵花 整個潤層 全部潤層用過 這代表什麼 你每天帶去 三八姑娘一朵花 一朵花 不得了 看得到真伯 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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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你如果說我們在做節目 是說這個給人聽得緊 我個人 我個人 講真的啦 我後面在做 做股票 我 我的經驗 我就是 賺 賺 賺 籌碼是也可以 但是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能力分析 我們說沒有那個能力 我就覺得就銷它買 就像你那時候 八千六買 八千六交 五塊而已 給你六塊 你現在六塊買 你跟錢怎麼買也怎麼談 那個時候跟研究籌碼 研究什麼東西 我說真的 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什麼意義 我當時金融報下來 那一張採證人都買六元 採證人都買六元而已 那十塊就賺到 我沒有的錢到賺到 六塊買 我就按成十塊買 這樣而已 就賺到 我後來 在投資 我都是靠那些東西 所以 咱們一個人給他粉絲 一個留言給他吐槽 你的個性沒有辦法賺錢 那什麼 就在那說 他說 覺得賺錢有兩樣 就是分析 基本面 分析籌碼 我後來再說 他不是說基本面 什麼 我跟他講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有經歷過金融風暴 直接拆出來 那個再跌是沒有原因的 你再好的股票 那個時候都打到 都直接打到底了 因為你沒有在那個時空 你都會在那 有的說風涼話 反正放了再放兩年 社長會 我跟你說 股票那麼簡單 人家就不瞭解了 我認同 股票那麼簡單 套了就不用賣就好了 那麼簡單 就不瞭解了 今集的瞭解了 也不是白痴 你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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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民平民 不是說 我在說 那時候抓到什麼 不是我抓 老生也抓 新進人的 什麼都抓 因為 金融風暴下來 他是一場 長時間 要引爆的炸彈 但是還沒引爆之前 沒有人知道 一引爆 措手不及 因為那一次的經驗之後 讓全世界的政府學到說 不能再讓他引爆第二次 所以 這一次是景氣壞到不能跌 才會造就於 現在是 執掌也不會崩 當時都說不知道 因為 BEN同學說 沒有金融風暴 所以買股票是不是不一樣 對啊 你知道嗎 真的 對啊 像K的同學說的 你在 逢一隻機 讓你投入三百 你說穿三百 三百你買你也賺 好你現在兩百二百你再買 兩百一百再買 結果 真的要輸我賺口 輸我賺口 對不對 所以 我剛剛有的同學 在說 基本母親 我跟他說 我像這次來做 我只買高顧你賺最多錢 買高顧你再買雞 我跟他買那隻腳 我跟他買那一年 我就銷子再買那一年 我便宜就跟他買 我就 上個禮拜就講 你們 都看那個鳥 會過二十 為什麼你不敢拚 現在也十八點多 現在鳥是多少 現在鳥十八點多 你怎麼不敢拚 等到二十年也不敢拚 可是我就不敢 反正你們就覺得一定會過二十 為什麼現在不敢拚 這就是人性 你什麼意思 所以說 我也不敢說 我們如果說好 沒關係 到 恩年之後 好了 你現在說五六百 大家都說這合理 恩年 給你穿八百 恩年之後 他如果景氣 一回暖 一直叉叉叉叉叉 變四百好了 你會想 四百多少 我靠多少 那現在還要賣 三百多少 靠多少 再賣 不相信 你那時候 靠多少 你就會回想說 靠腰有一個白總學 以前在下歲 在跟我們照顧 說 有可能怎麼辦 我也會跟你說一句話 你就不要賣 十年之後 他又漲過去了 但是你要想 十年的過程 你賺了一百萬 又獲利回吐了 一百萬 又漲了五十萬 又獲利回吐 你十年過 你會變成 同樣那個老母 破掉了 又破掉 就像我說這樣 因為 很多人 他沒有經過 那個什麼 金融風暴洗禮 很多人都在說 風涼話 大家說一下 難聽 你如果投資股票 你不完整 你要在十年前 你在十年前 這十年不算 這十年你買什麼 都賀錢 你十年前 你錢 你又去撩到錢 你又賺回來後 你這坡 你會學會停利 你才會賺錢 你如果在這一坡 兩三年買 那天也有一個朋友說 他的股票要四百 他在那裡說要賣了 不賣 我說四百 你如果在那裡賺 你六百再補回來 再賣 你是不是多賺七萬 你不要覺得我買四百而已 一兩年前 一兩年前 一買四百 你一上去又下來 慢慢這樣動 慢慢這樣動 我告訴你 你不用去笑他 時間到你就知道了 我沒有去告訴你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頭顧老師 我也研究很久 從以前 孔大 孔大 他就真的說 他就沒辦法撩到頭 你知道嗎 他如果沒實力 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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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檯面上動得動 你知道嗎 我只相信這個東西而已 你如果說真的 每次都帶人去死 死到最後來說 最多動三年而已 孔大 我會記得 沒有了 孔大還有錯 孔大 你要說梁哥 那都是你們家的事 你知道嗎 但是 因為時事多變化 我也沒有空下去看 任何人的 那些 嘴炮的東西 孔大 他在那裡 看的一個 我說 我今天相信 不是在說相信 那個 那個人 我是說 我在那個時間點 他給我對的觀念 我告訴你 就像 我的 節目 我是分析 分享我 投資的觀念 給你聽 我們拉回正題 你一萬七了 比如說你一萬 一萬二買的牛 牛嘛 你到現在 賺了大概是四成 一肌病 你說要四百 四百到現在六百幾 你現在一萬七 你如果全身而退 退出股市 你的獲利就是40% 現在要學會的 不是投資 你現在學會的就是 你的心 願不願意在這邊停滅 沒有 願不願意在這邊停滅 有認同嗎 你的心 願不願意在這邊 你就覺得說 沒關係 我台股病 說人家去那兩萬 好 我覺得 我在這邊 我要賺到這裡 我沒有賺到八 獲利七分寶就好了 後面三成我沒有賺 現在的年輕人 現在的 投資進去的人 沒有人教他說 我現在要停滅 我跟你講 停損 是必學 但是停滅越難 我說停滅越困難 來 覺得停損比較容易 還是停滅比較 覺得停損比較容易的打一 停滅比較困難的打二 就是 就是看到一個比較困難 我個人是後來是覺得 停滅是最困難 因為停損 因為我們是一個麻木的 你知道嗎 散戶 一兩棘藏廳 五棘藏廳 我們就不賣就好了 大家都有一個 後四後的心態 金融公報就是 那天的跟他吐 金融公報 我們就是秉持著 基本面怎樣 他 有一天還長回來 但是時間 成本力已經耗掉多少了 你知道嗎 停滅 阿民說最難 我覺得停滅最難 我以前是覺得 停滅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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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滅比較困難 但是我現在 比較簡單 我現在是覺得 停滅簡單 停滅很難 以我操作高高力 那一棘就是 七棘藏廳 三棘 兩棘 一棘的 我都第一棘紅 就殺掉 以後 本來第二棘藏廳 都殺掉 那多困難 好 我現在跟你們講 開始報你們現在 全部持股金融不要打 那天的隱私 你們現在投資報出率是幾% 不要亂 你如果是正40%就趴40% 正20%就趴20% 那負也沒關係 開始打 班同學 我講一下東西給你聽 以後 我只教你們怎麼不破損 來 施同學 40% 正的就算正 4捷 50 好 39 Nono 70 S同學100 不要腐爛喔 你們說我都相信 活縮50 來 王偉6.5 貓星人 10 然後 OSEN同學負2.6 負的 好來 煉心同學 10 好 大概整理出來了 如果說現在 你們覺得 你們這樣的獲利 你們覺得有價值嗎 100萬 賺40萬 你有過限嗎 沒有啦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這個 利潤是合理的 你就把它留著嘛 但是你也覺得不合理 我覺得還要越多 你就是繼續持股 你衝起 也許短線還會貪 但是這個東西 好啦 給你起到 你已經賺80% 真的給你們說要跟2萬點 並說 後來就跟2萬點 比如說 你們已經賺80%了 你們要不要賣 你怎麼賣 你怎麼賣 後面反省 人家說要再賺160% 我沒有要賣 那個 就是我講的 停歷比停損還困難 就算上 因為人一個字 為什麼白都選 我說真的 我修理車 我說那個無形是借借口 我是自己感覺啦 不好做啦 所以我上個禮拜 那些牛豬全部砍掉 沒有多少 也是7百萬嘛 你知道嗎 7百萬 對我來說是現在目前很多 我的營錢嘛 7百萬 待年我就說沒關係 我這就不再了解 那也不再賺 沒關係 我為什麼現在 比較不會出現咖空手 我出現咖空手的反應 是大概1萬6 那時候 我差不多 一個半月之前 沒有 雞剛開始 三十幾元開始噴 我每天一刺 劣去的同學 我下去靠不著有賺 是也有賺 鳥也是一樣 我如果搞搞你 我如果再去 他在補我 董北桌 在靠也賺 搞搞你一賺掉 覺得不對 辛苦一直刷 再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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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又賺 但是 沒有賺 我就覺得說 到這邊我不賺 我ok了 我的心態我覺得說 我可以 所以我已經 滿足點 停利點 停損跟停利 我都 有那個感受 你知道嗎 但是 你一般 你有辦法投資 新鮮的人 或是 剛投資的 或是你真的 技術性很強的 一些老前輩 你現在 老前輩 他懂得怎麼停利 但是你如果是新鮮 那天 有一個朋友告訴我 他說他有四百買 他真的賺 但是他不知道 到底要賺不賺 我說 就看你了 你如果覺得說 賺這樣有夠了 你就賺 你如果說 去那七百 你覺得說 我就減賺那七萬 他覺得沒關係 就這樣子嘛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在 現在是在 考驗人性 有什麼保養學標題 各位說 要拼退休靠現在 因為那個是很諷刺的 整理的這些出來 現在的 旁邊的氣氛是這樣子 搶包三嘛 館上都倒催 你知道嗎 倒催倒催 全部都肉包 八乳館的 肉包拿得更大 但是你一丟爛而已 手會撈得更好 你知道嗎 富貴行中窮 第二 惡以嘴巴裡面 拿餅乾 因為白龍學都買 別人要做妖骨 你知道嗎 這會高考驗嘛 這會妖骨 然後這妖骨 來說 你一 沒錯 剛才有一個豬同學 上一支直播說 他說那一塊破育 他最近玩冬蔥 好像六萬幾塊 但是 我是個人 我是 現在沒有在做冬蔥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會覺得說 鱷魚嘴巴裡面拿餅乾 有可能拿到就很大塊 你叫 浴上去 鱷魚都不行 眼睛都沒有感情 你叫浴上去就對了 你笑就知道了 破育 Cavin 同學也是對 好 我現在再來分析 然後 最後一波 為什麼會長得很急很凶 我跟你講 你去看 那隻鳥就知道了 那隻鳥 你如果說 只有看價錢 你不看那個 K線圖 你不要去做山路 我告訴你外出真的很強 他有錢嘛 他還負三萬兩千塊 但是你如果說這樣 我自己的感覺 你如果說真的 殘殘 殘殘就對了 你直接四球後面要噴 很急著的 你會把他負責 我給他負責 你不要去怕了錢 那也不要看伴 你負責 你只要看二十塊 你會賣掉 你就賺了 他也沒辦法 他早上班人是要買 他也沒辦法辦法賣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這樣子 不拿富貴神中求 富貴神中求 說起來太平庸了 鱷魚嘴巴拿餅乾 再來 最後一波 漲得會很急很兇 因為 等太久了 我以前 我以前 在 在 做那股票 最後一波 我就想說 不能衝破一萬 我在那裡做的 建基價差的時候 那就是阿餅 可以去找 掛主意 好小小 那 不知道 一波他去三千點 我發現 家庭都要割到 但是 家庭多單也賺 空單 之後兩點在對家 就是保證金 在那邊 實施在拚 但是他只要 一天不翻紅 我全部都贏 全部保證金 二、三十萬 他就恢復 又變作用 但是 沒辦法 隔天要出國就很煩 所以我後來就 很厭倦當選擇 做選擇權 你每天都要顧半 不然我顧半 錄二十萬 賺到二十萬 好爽 很多價差 進的都在做 就是照路線走 人算不如天算 好 再來 就是這樣子 會很節 然後我們來看 美國人 他們在平 我自己用光的心態在看 因為他們 國標那種東西 你如果很微型反轉上去 他就是微型反轉下來 因為他 後來 我看那個道琼 我的習慣性 你自己看 他這幾天有 他有回來了 他有回來了 等一下我看看 我正在看前 機場機 那機場是有夠誇張的 很誇張 因為我不知道是用 我是用我的網站在看的 那兩天完全一條山上去 很高 你知道嗎 很高 一直這樣 一直上去 好啊 給你耳殺 如果美國人那種 他們的資金行情 那時候不要說 耳殺 你耳朵 你知道嗎 你耳朵 台灣說這個 他也是稍微的 但是現在來說 因為那是虛的 他比如說 拉到這樣 像正常我們排過的 但是因為那是資金行情 他那邊不一樣 差不多 反正 起兩天 起三天 我們只起一天而已 比如說 他漲了30% 我們才漲10% 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那個資金行情不一樣 因為那邊經濟太壞了 你知道嗎 大概就是 簡單很抽象講這樣 所以說 像我現在交我 18塊幾 你說叫我 我沒有188萬 如果讓我188萬下去 讓我富貴賢充求 並說讓我後禮拜 820萬賺17塊 我個人覺得很難賺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很難賺 所以我選擇在這個部分 我做庭曆 我全部都不想做 但是 為什麼後禮拜還想要下去做 因為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持股很少 再做看看 15.1不買18 我跟你講 這是一種很邪惡的概念 我不會怕 買我也敢買 我買會賺就好了 我如果十八買 我十九買也是賺 因為我是一路做上來 我跟你講做股票 你不要去用現在去看到以前的價錢 我在牛上面就是這樣 我永遠是停在牛六十幾塊很貴啊 我的概念就覺得牛應該六十幾塊啊 所以 牛不管他漲 跌到兩百三百 一百我都覺得貴啊 那就是我的概念 沒有更新啊 你知道嗎 啊牛啦 我十四塊幾 我十三塊幾就買啊 買十四買啊 十四塊幾買十五買啊 全沒過 現在十五買 全到十六塊 十六塊幾 一六 一六點二又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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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賣啊 那你說現在我就要花十八塊三 我十八塊七我也是賣啊 我每次買 紅我就賣 紅我就賣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基本 你不用去煩惱說 喔 我賣出去的價錢 我下次買 一定要買回我以前賣的價錢 那個是一個心理陷阱 白龍學這次心理陷阱關卡 那我已經賣過了 尤其是想那個我爬過去了 集會是一樣啊 三十六塊買 三千買 三八 三九買 看的賣回來 三十九買 四十二就賣 你說當初也可以 但是這個什麼 我說的就是現股當初 我自己賣 我就買了嘛 那兩三天 我只要我看一定紅我才會賣 紅我才會賣 我不管 他就不管怎麼整理 我不管 那你現在他叫十八塊幾個都賣回來 好啊 你還要再靠一支啊 我就每天在那等 脈酒金金看 我就設定在十八塊到 我才可以騙到 那也沒賺 那沒賺 賺嘛 這也是賺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是 要怎麼說 後面 你在 鱷魚裡面 搶餅乾嘛 你不能覺得說 十一塊十五塊幾 不買啊 不買現在要買 我怎麼買啊 我就會賺就好了啊 因為我高高力也是這樣 一路上來 不然你如果說像我的概念 靠腰勒 我牛 買後面 為到你我賣到六百塊五 我現在都不會買 對不對 所以說 有的時候概念 你也是要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實戰經驗 你會賺就好了 啊你啦 我說真的 你十五塊買啦 不要說十五塊 十三塊買 你說人家要去那二十 你怎麼會賺啊 好啦 讓你半年才到二十 中間已經 拉回幾次了 我不知道賺幾百塊了 啊我為什麼 會比較 沒有興趣做那個 因為我 那時候兩三百塊在做 賺不了 我覺得 關盤的成本 對我來講太高 不然後面 我賺一張嘛 我賺一張買 十五塊貴嘛 我賺八角 我就賣掉啊 我就賣了啊 怎麼賺 後面去噴他家的事啊 他噴上去 十八塊 十八塊的做法 二十塊 二十塊的做法 這樣知道嗎 我分享這給你同學聽 認同說認同 你如果每次賣掉 你都要等著說 第一年的進貨才要買 那個也是個心理陷阱 技術陷阱 跟他的量 為什麼 高高利 你如果像以前過年前 一百三十幾塊 大家要靠就好了 一百三十幾塊 大家看那時候 做那個很高 不然現在我看三百塊還好啊 那是什麼時候看什麼時候 但是 心理的關卡是怎樣 你如果一旦習慣那個架之後 你就慢慢的 上到主力的賊船了啦 因為你已經被認為說 牛六百七百合理了 他才能倒給你嘛 對不對 高高利 人家看六百看一千 我現在看三百 我也跟他靠啊 我每次買紅我都買 但是 心理的陷阱 我會跟你知道說 好景不長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要在那裡想 欸 沒關係啊 我三百 賣掉 我靠了你那次我再靠 你那九號賣掉 你現在去創業 如果穿我三百六 沒關係又回來 沒關係 我三百六才有靠 你就靠你這紅你就算帥 但是你要有一個生理準備 萬一一下來 長線賺到 你就對了 你會變成贏了十次小坡的 一次大坡 你就截止了 這就是現在的拔 所以你看 我想說 買錯了一套就是三年 因為我跟你講啦 我以前的經驗 他就只要是 不管搖過什麼 只要是添加上去 一上去 就衝很快 很緊張 很緊張 一脊 三年 三年 那麽都三年 紅節那一支 你再賺一百年也走不回 那麽說的 比較誇張 哪顆光 不要說 六千人 五千就好了 你要放幾年 你要放幾年 三千要去 五千要放幾年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後面再抓 但是我為什麼會 撈回原點說 為什麼我會在這邊 我會選擇想停利 我都不想做了 但是我為了要做節目 我也覺得沒什麼 這沒了 因為你如果說 你現在也賣不下去 你怎麼賺40% 50% 你自己覺得 不然你幾%還要放 你要賺到幾% 但你賺到100% 你也賺 賺人就賺 因為你沒有 人家教你怎麼賣股票 你不知道賣股票的快感 你就打 四千萬萬 因為那個階段已經過去了 你知道嗎 你敢賣嗎 你敢像保養學一樣賣股票嗎 賣股票我就是完全沒有要做 就是這樣而已 他要不要去他們家的事情 你知道嗎 40% 50%還不夠了嗎 要賺幾倍 好啦那你賺200% 你也 你一樣也賣不下去 再來 傳產開始漲 我就說 最近我去Costco買腳缸 一直省股一直省股 你知道嗎 不知道是嗎 那一支鋼在漲也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為什麼每次都賺錢 都賺錢 都賺錢了 所以以前經驗 傳產開始漲之後 只要萬列之母 最後一波萬列之母開始在狂噴了 狂噴之後 以前的經驗 來套再這樣 萬列之母目前還沒 還沒正式狂噴 所以目前看來講 實在覺得還蠻安全的 所以我也覺得現在還會賺錢 我覺得賺那個銀頭小力 叫我有可能去套三年 我比較不愛做 萬列之母來爆衝之後 往往都是 要結束 那是以前的經驗 但是也不絕對 好 但是 不要用以前的看法來看現在 因為後來沒人知道 就像我講了嘛 現在的糕點 你沒有看過 我也沒看過 大家都是悄悄悄大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變得看 像以前的生活跟根深地固這樣而已 你如果以前的根深地固 還覺得說 鳥 要15元 才能買的 你也不用做了 你知道嗎 不用做了 我之前的心態 鳥我要放到第四季 結果 我放到第四季 因為它現在已經噴到很肚爛了 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是覺得預期的東西 一生高 你就先買了 啊 雞啦 雞為什麼後來我先把它跳掉 雞 我看是50啦 應該要慢慢爬 爬到年底要50啦 結果它剛開始就 前一兩星期就噴噴噴到 大大塊50 你多不長 你空也不套一跌 就慢慢在那裤子 掉在四頭 我覺得現在買得太高 我覺得不可以買 你知道嗎 股市 你們要知道 你們投資要的是什麼 標準的投資股票就是說 欸 我們錢投下去 我們就是長期持有 也不是說中間賣出 好好買金或怎樣 標準的是 你長線持有 然後 配合公司 是車在造我們享有自己的 合理的股票利潤 這是投資股票最大的 最根本的東西啊 但是大家都買了 好我現在看他就要買 看他就要買 然後我就要買 你不要看他們公司的老闆 你剛才看上班 他自己覺得說 好他股票就要折 現在去折 他要做已經公司照 要包起來 你知道嗎 所以說 心態要先調整好 但是因為 我在說 我心裡在盤算什麼 只有我知道 你知道什麼 我在買公司 最壞的停順點的 我萬一套到的時候 我三年一定能解套 我買那件褲子 他殖利率是 抓6%以後5%就好了 我15%沒關係 三年我一定會本 但是你如果是套到腰股 下來的時候 他沒有定期配股配股的 你再套10年 你也沒截套 三豐過去就沒有了 而且是那個 教育是過高的 你不覺得現在的股票 動不動就5-600 6-700 破千破千 你回想到10年前 你不覺得好像被你成一個很虛的詐騙市場 青菜都6-700 破千 以前要破千多難 但是現在為什麼這樣 因為 大戶也急了 大戶也急了 然後 你們這些 散戶也急了 合理啊 合理啊 我自己看那很恐怖 青菜都7-800 破千 拜託 更簡單 對不對 還要6千 好笑 到現在還要6千 那時候 6千的時候 本利筆算也說最合理的 對不對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白東學都沒有要去看 基本面什麼籌碼 我個人我覺得說 基本面交給他們那些 裡面的產業博士 他自己去研究好 我沒有辦法去研究 因為他公佈的東西 真真假假你也不知道 你每次看到已經公佈財報好的時候 這股票漲上天了啊 你像那隻鳥 那隻鳥 6元有人要買嗎 13元有人要買嗎 沒有嘛 誰要買 他如果在後面公佈賺錢 差不多20塊了 那牛呢 牛公佈他怎樣 賺多少錢 他還沒公佈金錢 你不敢買 四百塊不敢買 不敢啊 這就是 我為什麼沒有去看那種EPS 你如果說像 這期啦 他在說那個 搞搞理 我在做什麼 那夭股 他也沒什麼 他說沒什麼 他就去 我們不管他 我們就是要賺錢 一槍 沒有理由的啦 沒有理由的啦 一定是 覺得說 欸 比想像中 還沒那麼差 原本 虧兩個股本 被虧個股本 結果一直 手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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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再進場 最後大跌 獲利回吐 輸光光 不是NG有歲 我剛才講的 要學會 停利 也許不是現在 好!去到20000點 你原來營運 你原來是賺40% 到20000點 你真好運賺60% 你要不要停利的 你要考慮這個問題的 你知道嗎 我以前穿得這麼好,十五支漲停,我們朋友還沒停你 十五支咕咕咕咕咕,十五支啦 十五支漲停你還不停你,你要停什麼 十五支你還沒買,你要賣什麼 結果要變成爪 還有一個什麼,以前我們編哥說的 編哥,我以前看的紅瓶你知道嗎 看的紅瓶在耍聲,來公開這一支紫色幽虎 我紫色幽虎虎,我把他拔出來後 也是十幾支漲停,剛才不知道能看 看去後面下市啦,後面下市啦 你沒賣都拿給他,那就是人家介紹紫色幽虎 而且後面下市的時候,那支照不起來,我還會記 紫色幽虎,我又沒說 他就說了,我又一盤子紫色幽,他就沒說了 就突然間就不見了 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我們看投資的老師還是什麼 你要自己去分析 有的是國瓶要教學玩 有的是什麼 他的誕生是為了幫主力出貨 把要倒的公司,有問題公司公開送給你 讓你們去ocused 就會打下去他就結束了 那個老師就沒了 要不然你會覺得說頭顧老師為什麼 欸 我跟你說 如果真的有膠的啦 他一檔檔10年到前 他如果真的沒辦法就打掉了 你知道嗎 但是為什麼你看 有的節目老師一直換一直換 那就是他們的出現就是 為了幫某一家公司 把貨倒給你之後就不見了 倒給你 你說不滿意退廢 譬如說回完了 不敢說不準 還拿你錢好真的六萬六萬你拿你錢 但是你已經一半 大富出一支回了已經拿兩億了 拿兩億他把你拿五六千萬五六百萬就不好啊 你知道意思嗎 這沒有用啊 他是做生意啊 好啦 假設你啦 金融報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子抄了 很多有問題的公司拼出來 那台銀的我們那個朋友 高階主管提醒他就說 那基金操板經理後面很優秀的啦 那時候雷曼兄弟要拼出來 就是他們已經美國知道了 一樣啦 叫台灣 全部那些銀行開始在賣啦 連動載了 那時候就炸了 但是他就一直賣一直賣啦 一九點之後 拼了之後的時候 不好意思 他已經不能償掉了 我就操作私益 這樣我就實質了 他賺的錢已經拼到那裡了啦 你看說真的基金操板經理人 他在上班 他不是為了領薪 他的薪水一個月 假設一百萬 他去有了內線消息 跟他講說 我幫你出 我幫你把我們公司的這支銀行操 那支銀行操起來 他先幫你做得好情操 他已經先賺兩億了 之後 後面我因為操盤失業後 怎樣就就走了 他賺兩億啊 也許更多嘛 也許沒有那麼多一億嘛 一億也可以養老嘛 對不對 因為有的東西你知道的話 很誇張啦 很誇張 就像我啦 你如果說我這支頻道是有上市的 就對了啦 比如說這樣子啦 你如果有來跟我拍攝影片 你是不是知道明天要播什麼影片 啊我也知道說我的影片要播什麼東西 收視率好或壞 我可以看看 像我打廟花的 別人要看 但是我也是去打 我就知道 打廟花 收視率賣 所以明天就開了賣 啊你會說 打 電動車 打米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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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 基本面就會上來 來到我拍 今天就說 這台米點的名字 他不知道會發動 他知道他就回去 就知道要發動 先佈局就買多單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惡意先生 我不知道還有一個 那時候 惡意先生說 來我跟你們 要怎麼升聖祖前 去當中他看 有的時候以前在超原油 那個時候 破萬戰爭以前在超原油 你說 那個什麼 原油哪 我跟妳講 那一個年份 剛好很奇怪 你現在 要結束了 你用能源 再跟股價再比 我跟你講 多頭市場會去就去 那邊都沒有理由 那個時候是 原油 漲得越高 一趟我的孩子 去那邊百里 漲得越高 股市越充 充向 九千八九千 我記得那時候 能源很高 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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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能源漲 由 原油漲 造成工業成本負擔 應該是要 大盤的跌 不是 看好路 衝起 然後 原油 一崩 大盤就崩了 你仔細去那邊看 所以你看到那時候 大盤已經沒有故事了 才說 那個原油再漲了 會影響那個股票 我知道 你不要聽在放肥 會去就去 會漏漏 那不完全的 你知道嗎 現在原油是多少 1147 我記得那時候 油Q到過 我以前的民眾 那時候 我以前的民眾 我去拼得最高 當我破壞 美國要打的時候 你還沒辦法 我還要把你的油田 把你撿走 去跟阿拉伯說 那時候 油下去 欸 那Q拼來三十 不知道三十三個多 那個 從民眾 那個加油站 你知道嗎 一高速公路 摆到青坡 只要超一塊 摆到青坡 你看到有誇張嗎 所以那個時候 你說 油漲那麼高 對股票的影響 沒有 會去就去 就就就就就 那時候 康義前市 也在說 如果原油一天破一百 還要破一百 還要破一百 還要破爛爛爛爛爛爛爛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問題 像那時候 那時候 我會去看他行程表 說不用加工廠選擇權 那時候我不知道 要加他那些中信大半天 現在 跟他在改造品 要去那辦酒會 說不用錢 我也想要聽我 那個什麼 康義前市 在說選擇權的 結果選擇權 我自己研究之後 那又沒什麼 對不對 大概就這樣 我不知道 直播投資人 說怎麼說一分鐘 我是覺得說 因為 我先跟你們同學說一下 因為說這個投資的東西 我很想說很分開 什麼 我要把我的感覺 讓你們聽 但是也不要被我影響 你就想要一個底 我們做個總結要結束 比較不會路公路長 你們就是覺得 長的你快轉 1.75倍 廣告記得跟我收看 給他掌聲咕咕咕咕咕咕咕 投資沒有絕對 你們贏的方法 你就繼續做 但是 賣股票這是聖膚 賣賣不夠 賣這些聖膚 就像剛才人也在跟我說 那假又多少 會賺的 你會在賺的 你會在賺的 紅你就會賺就對了 不會賺的 最怕的是什麼 你賺的日俗 不敢賣 奇怪 如果貨利回徒 以前賺100萬 我賺的 現在賺50萬 我要賺的 以前賺我就賺 人性就是這樣 你知道 你要經過大起大跌 萬全把你的錢收掉 你才會出生 有很多人跟他吐槽說 基本面這樣放 沒關係 你就金金看 眼睛金看 不是現在也是馬仔 是以後 有可能怎麼噴錢有天 沒有賺錢都不是錢 你知道嗎 沒有賣也不是 也沒有虧錢 有啊 一頭一頭十年 你會換到 趕快的老母 撲起來 跟老母撈起來 謝謝收看 拜拜 說有比較激動 但是就是說 也是希望 同學 看白同學的投資 心法 可以對你有幫助 我如果下個禮拜開始辛苦 車子裡又開始屁屁刀 我有擱空手的感覺 我再好好分享你們 給你們聽 但是一般要擱空手的時候 就是差不多 真的 因為我是用身體的感受 告訴我的 我沒力 因為我頂到的 也是擱空手 可以 但是在靠什麼 資金管控一定非常重要 你知道嗎 謝謝 拜拜 沒有啦 阿良 阿良 那時候有人說的 萬葉之母不可以 那個概念 我們把它吸收起來 就能夠導出五年後的賺錢 你知道嗎 我們是吸收好的 但是 我沒辦法 斷逗空 比較厲害 我就去買買就好了 好的概念 吸收起來就好了 沒有一個人 天生就夠了 如果要他也不用說 到家裡拔就好了 以前還有一個章 拌在那裡拌 我講到鄉裡拌 他以前 那個章拌 那個不知道是 一般是說的 這個章拌 我不知道 這個章拌 我不知道 他齁 他以前高屁老師沒有這個 他就掛一個目標 都一個螢幕 都意見不到 這樣也不要買 你不要買 現在虧錢了 那個章拌他出來 那個聽說 不知道姓譚 人家說不知道譚老師 那時候 我剛 拌高屁 我們家第四台 在那裡拌到時候 他每天看 他就是 每天兩人無神 都從那個螢幕看 要跟你賣賣 我跟你講 給你報一下 明天這一支 怎樣怎樣 我跟你講 叫你買就買 不要自作多情 不要這樣假的 他就意給你 意給你 純粹很乖 不然就是 牽扯到內線交易 有什麼 尤其要招紅什麼 去用冠 去用冠 又出 但是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譚老師 什麼就對了 如有雷同 純屬西瓜 我就 臉散什麼 掛一個眼鏡 都穿一個白色 解釋度都賣賣賣賣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不知道 就是以前幾十年前的事情 我就看到最奇怪 這個怎麼都意願不賣 我就說 那個就像譚老師 好像很有名 你知道嗎 後來就是 好像 想有名氣 也是不知道後面 後來又被怎樣 變成就是 就是 有的東西變也不敢說 你知道嗎 我忘記了 因為很久那時候 我剛才在拔禮精的時候 你知道嗎 大概就這樣 像一個分享的同學 那就是 也是希望同學可以賺錢 因為 我這麼沒辦法給你報名牌 我還希望你們給我報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大概 你像昌大 他有他的邏輯 他在跟我說 為什麼 我們會覺得他不會吐槽 但是就是說 大家 他跟我說 我也是會思維 我為什麼會這樣想 你知道嗎 像這些人 很多同學 沒有點到 也不要吃出來 就是 大家會把自己賺錢的方法 毫無保的在這邊 分享那個心法給我們知道 那是一種不錯的東西 我也在想 我以前 14塊買 放到錢 我這麼賺就好了 我賺掉的時候 就一支賺3千塊 賺3千塊 但是 中間那邊 銀托小力在那 衝衝衝 賺起來 賺起來 甚至更少 但是 這個就是一個 沒有說 停利停損的概念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說 那是賺掉沒有反轉 如果賺掉 我真的不是 對不對 那就這樣 最後跟同學分享 記得 投資 一定要學會 你的 停利點 要在哪邊 現在多投 多投 你就不用去考慮停損 多投 你只要考慮說 我要賺到幾分 賺5千塊不夠 不然賺1百塊 你又欠不夠 對不對 尤其是在超過 操作那個腰骨 要很注意 我後禮拜 一樣 車子就一樣 又在變腰骨 我現在要變腰骨 已經沒有了 拜拜 祝你大家操作順利 大家平安 賺錢 不要亂學 不要亂買 你知道嗎 再見啦 感謝同學們收看